一會兒你們在資料會看到 上網完全100%上網 用一個方法 網上寫可以 不需要交任何硬件 或者任何東西 可能只需要交文字 不同組別有不同文字要求 亦都交一條短片 整個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全部網上寫 大家記住填資料的時候不要填錯 剛剛提到有三個不同組別 就是小學、中學、大專及大學 每一個組別 在提交的作品和參與人數方面 都可能有不同 記得上網留意 想報名的青年朋友 還有其他東西要注意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想贏的比賽 你要注意 如何跟ICT有關 其實各下身邊 我們現在有什麼需要 有些發明 有些創新 Invention Invention是發明 發明就是 其實那樣東西可能沒有 好像之前沒有Facebook 他想到有Facebook 沒有YouTube 想到YouTube 甚至可能你想想 會不會跟日常生活健康有關的 或者跟教育有關的 或者幫助家人有關的 例如我最近都出了一條題目 就是說 香港很多時候 家裡都沒有 沒有人去照顧 那些老人家小朋友 那可不可以找機閒幫忙做呢 幫什麼呢 怎麼幫呢 這已經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大家就要關於 回到資訊科技 和創新方面 我相信有一件事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 到底哪個比分的參賽者呢 我想問一下 這個最佳學生發明帳的 評審委員會有哪些成員呢 評審委員會 因為由於我們 估計今年的數目 參加的數目 也有很多評數 所以我們大概有30人的評審委員會 但是主要的評審委員會 會是大學教授 例如香港大學的錢玉雲教授 還有電力科技 也有些大型的公司 例如IT公司 和創新的IT公司 或者是另外一些比較 香港頭幾位的IT公司 因為我不想跟那麼多IT公司 廣告在那裡 大家可以留在網站 就知道哪些是評審委員會的 相信聽到這裏 各位同學都需要時間消化一下 那麼多資料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Alex會繼續跟我們 講解一下 最佳學生法名獎